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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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男子除量级的一场比赛 红方选手是阿里马斯 藍方选手格西鹏出 在臂展上 格西鹏出呢 有着10公分的 和阿里马斯有着10公分的差距 格西鹏出的臂展是1米85 阿里马斯的臂展是1米75 身高上两位差不多 但是臂展这个差距 会带来绝对的优势 嗯 从体型上看 这个 男方这个格西鹏出 确实是 这个手臂跟腿都是非常修长 是 嗯 这个篮方的格西鹏出 还是非常聪明的 嗯 始终把就是拉开距离 你看 他退着打 始终拉开距离 然后 让这个身高臂展 没有这么 就是弱于他的这个 这个 红方选手阿里马斯呢 处在他的 攻击点之外 哎哎哎哎 不要低头 这样的话实际上对 红方阿里马斯来讲 消耗有点大 挺累的 我觉得他这个一定要有 很高的一个专注度 他需要突进去 因为蓝方把他控制在自己的这个 蓝方把红方控制在 红方的攻击范围之外 所以红方是不可能有有效的打击的 是 对 手拿起来 准备好准备好 准备好 准备好 他想这个红方阿里马斯想进去的话 也没有不容易啊 对 哎 不要跟他平起来啊 哎 我想要爆摔了 因为不好往里突 所以对于红方来说呢 这个 体格的这个高大不如对手 他只好把他放倒 放平了大家就一样高了 哈哈 哈哈哈 两方都在抢把位 团队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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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红方阿里玛斯 把蓝方一个勾腿放到地面了 紧接着就是一个转身的下位十字顾 现在红方是处在一个地面的防御位当中 蓝方在封闭式防守里面试图去进攻 我们在比赛中当中经常会看到 这种处在上位的 处在对手的封闭式防御当中的选手 试图去打击 试图去进攻 但是他们最重要是要先破开这个防御 双方权肉重新站立起来 好像蓝方是拿了红方的一个断头台 但好像拿的并不是那么的紧 这就刚刚红方教练一直在提示这个 不要低头啊提示这个阿里玛斯 手臂过一场了 这个断头台都不太好做 进入到地面之后这个臂展的事 手臂长的事似乎就不是优势了 收不了那么紧 抓龙王 抓龙王 不要抓龙王 下空 下空 没时间的控制 按四秒 放开 好 站下一个 打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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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十秒钟 同方处在一个侧位的地面压制 打打打 打打打 侧位压制转七成 好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其实我们在之前和格西彭出聊天的时候也说他属于偏战力型的选手 因为他有这个身高和臂展的优势在这个级别 所以说你看通过第一回合进入到地面之后 确实我觉得是这个阿里玛斯的优势更大一些 更明显一点 对 阿里玛斯在各种把位的这个控制上 从体位的控制上更优势一点 包括比赛结束前十秒 阿里玛斯还拿到了一个这个绝对优势位的骑程 好 我们期待这两位在第二回合的表现 好 进入到第二回合的比赛了 这是男子出亮级的比赛 这是男子出亮级的比赛 红方选手阿里玛斯 南方选手格西彭出 这边就在三面前 好 进入到第二回合的比赛了 这是男子出亮级的比赛 阿里马斯这个目的很明确 他是要找到机会还是要进入到地面的 所以阿里马斯一直在寻找机会 因为战力上不占优势嘛 这个同胞的阿里马斯一直在这个防御 处在一个战力的防御状态当中 估计想打一个战力的防御反攻 把对方扑打 但作为蓝方格西鹏出来讲 在控制距离是没有错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打一打 就老这样控着 主要是第一回合吃了亏 对方放倒之后心有余悸 有点谨慎了 对 第二回合就更谨慎一些了 对 距离合适的时候 对 手臂长就有优势 轻轻松松能打到嘛 对 只要距离合适 所以他还要多出一些动作 我觉得你地面不占优势 在战力方 老控制距离 也不是优势了 对 要控制好距离的同时 能够抽身打出去 是 果断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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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快 你看 你要不主动出击 你老控制距离 你很容易 也不是说很容易 总有机会被对方逮到 停 下注 可能是裁判认为出现了一些个类似于肘击的违违动作 给蓝方拳手做一个提示 好 请告一 因为中国国务当中的这个肘击是不能够从十二点钟往六点钟之中下砸肘的 嗯 来准备 开 开 比赛继续 双方的那个战术都非常的明晰 就是要爆摔 我就是要打這裡 這樣的話就會對峙的時間長一些 因為都在尋找機會 是的 這個真的很難啊 對於阿里馬斯來講 想進去暴摔 就得有冒著艾依晨的這個風險 一拳一拳的風險 成本有點大 其實從這個戰力的這個爆架跟出拳的這個速度來看 我覺得格西彭柱是完全具備一個戰力打擊 並且贏取比賽的機會 但是可能 他出的有點少了 對有點謹慎 對可能有點過於謹慎 是 很大可能是 這個回合之後雙方體能下降 剛才 紅方的阿里馬斯 一個下潛爆摔 貼身還是把藍方放倒在地 現在 進去 看 紅方是不是能夠完全的 把這個摔倒之後的這個地面的體位完全控制住 再抱 再抱 到下面抱腿 藍方格西彭柱站起來了 是 往後摔 往後摔 對 對 是 紅方這個阿里馬斯一個射身技 又把藍方格西彭柱拖到地面上 打打 壓住 壓住 郭忠祐打倒 1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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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打 10秒 打打 打打 打打拳 只要壓住就可以了 我們剩下的時間也不多了 對 好 好 第二回合比賽結束 至少整場比賽 戰力上的烈勢 通過紅方先生阿里馬斯的這個爆摔 還是回了一部分的 就從得分上還是回了一部分血 對 看打分裁判怎麼判 對藍方來說就不應該等了 就沒必要再等 對 戰力能K就K掉 K不掉的話呢 你總歸在摔法上不如對方 對吧 隨時還是可能會被對方摔倒的 所以站著的時候贏 我覺得可以更放鬆一點 是 一天後來壓傷就打敗 那 不切刀 只要死在這兒 聽到沒有 只要死在這兒 一踢踏後手的時候 你又抱他 抱他一定有果斷 一定不要擁有 要麼用心 一直衝爆 衝爆他後面 抱他他 好 來 敗 敗 好 進入到第三回合的比賽了 這是一場單子 除亮級的較量 紅方選手是阿里馬斯 藍方選手是格西碰出 比賽一開始 紅方還是堅守自己的 既有的技戰術 是 還是貼身暴摔 曲劍休息之後 這個回血比較快 對 起來起來 但是沒有想到這個 藍方 這個 以戰力技術 著稱的 這個 格西碰出 居然開始跟對手 玩起了那個 摔跤纏暴 舉起來 勾腿 舉起來 勾腿 再勾 再勾 不要打 踢單腿往裡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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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轉轉 手臂腿長 就是 爆發一下 不要僵持在這裡 不要僵持在這裡 因為進到第三回合了 可能受體能的限制 有一些動作再做起來會困難一些了 會有些變形 對 哇 這個 因為力量不夠了 雙方的這個爆摔到出拳都有些變形 是 不過剛才我提到這個 這個腿長 手臂長 確實有好處啊 這個對手一爆把兩腿一分開 就像兩個柱子一樣 腿進去 腿進去 往右轉 對 對 再來再來 想去勾腿 就很困難了 勾不到 沒太長 是 摔倒 摔倒就有了 摔倒就贏了 往這種僵持 感覺 有可能會做羅腳 要摔倒它 來 取起來 不要急在這裡 阿里馬斯很執著 要 就是執著的要去把格契捧出給摔倒 因為好不容易切進來 挨了好幾拳才能切進來 拿一個把位 摔倒摔倒摔倒了 摔倒了 有希望有希望 感覺有持續平衡的有點 unknown 阿里馬斯 手扎扣 往前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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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p 好在 剛好是在 紅方的那個 邊角 嗯 阿里馬斯能夠清晰的聽到他的 教練給他的指令 在往前 咯緊幾 發力咯 轉 手 手 抬 Adee 把他这个腿 下面这个腿 把他这个腿 下面这个腿 把那个腿跳起来 这个一直未能成功 但是也不放弃 是 从开局到现在就胶着在这个擂台边 再勾 再勾 再勾他腿 这个体能的消耗太大了 对于年轻的运动员来讲 真的对他们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是的 可以看出男方 选手 歌棋逢出 感觉是有趋势去摆脱掉这个 这个这个对手的摔 这个摔法 这个摔法 这个 能成吗 这个 其实是 蓝方的格棋逢出主动的一次 就是 这个是头踝顺抱的感觉 是吧 主动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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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想着他会推开的 对 等他觉得反正最后到最后一回合了 嗯 明显感受到 虽然对手摔跤技术好 但是没有体能了 嗯 所以干脆直接按地上 是 因为他身体往下一压 就直接下来 对 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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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方选手 格棋逢出使用了一个打死脚吧 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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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哇 阿里马斯没劲了 对 全把暴击 裁判员宣布比赛TKO了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看谁能够顶住那一口气了 就到最后了这个比赛的阶段 对 裁判员应该是出于保护红方选手 就是阿里马斯的目的 因为这个时候 格棋逢出连续击击这种重击 但是 红方阿里马斯并没有表现出能够防御 和能够抵抗的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 裁判出于保护的 裁判叫停了比赛 对 祝贺 格棋逢出 这场比赛格棋逢出赢得不容易 对 其实本质上他在第一回合就应该就像刚才这样的 对 战利息这个修猛的打击 是很有可能获得比赛胜利的 对 生生是把比赛成了领三分 对 前面不太敢打他 两分运动员在经过了这样一场高强度的对抗之后呢 此刻在我宣布结果的过程当中好像他们都很难能够直起腰身来 确实是这场比赛太激烈了 我们先把掌声献个两位 这场比赛对于山东浩宇的阿里马斯来说确实打得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困难 他不敢和对手来站立对轰 但一直也是希望能够把对手带到地面 但是呢很显然来自N波格斗的这位藏族小伙子格西彭初确实是做足了准备 有备而来做出了很好的防守 那这场比赛也是在第三局即将结束的时候分出了结果 下面宣布本堂比赛进行至第三局 四分五十几秒时 蓝方TKO对手 比赛结果蓝方胜 W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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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ner